哎 我说第二场应该不太负责任 因为第一场是这样 说句实话第一场的结果到底该怎么判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 对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厅 然后我们现在也很着急的想要知道第一场比赛之后的结果 你说要是判一滴击输的话 我觉得对一滴击太不公平了 对 但是你要是判M3输也不公平 因为刚才那种情况从暂停之前来讲 M3也是有机会的 我们虽然机会不大 机会很渺茫 对 但也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刚刚最后一波团战 如果说一滴击他们的ADC和他们的那几个人不掉线的话 他们是有机会杀掉对面中路的情况下 然后把对面中路和上路的两路水晶全都给破掉 是的 而且无论怎么说吧 我觉得现在各位观众还是伤恩悟造 我们先把正在进行的比赛看完 那到底关于第一局的这个有争议的比赛的结果如何 我们还是等一下再听主办方给我们打 因为现在我跟柚子也非常着急 这场在选人方面 EDG这边是换到了蓝色方 先选了大树 而且他们班人就是先班掉了冰霜女巫 然后班掉了权石加上权真女神 是的 这边盖蒂果然是拿女坦了 他除了这个垂石玩的最好的就是女坦了 而且我觉得他先手抢女坦很自信 就是你是觉得这个英雄在第一手拿出来 其实是一个比较薄的这么一个选择 对 因为其实女坦这个英雄 他在打线上的时候会被很多英雄给克制 比如说之前我们知道一度非常火热的这个莫甘娜 就是因为当时女坦非常火热 然后拿莫甘娜去抢 而且风女其实也比较抢的女坦 其实风女在职业选手的手中 她想要打断的女坦的那个先人指路 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 我记得之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 原来EDG的潜伏助卷毛在玩垂石的时候 就用垂石的依据 百分之百 真的是百分之百 那场比赛我看的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女坦只要E 卷毛肯定给她推回去 而且垂石的E 也能推很多英雄 像螳螂的飞 小炮的跳啊等等 王子的EQ 飞机的W都可以把她推走 就是推不掉石楼人的大招 好像说狐狸的魅惑 可以魅惑到石楼人的大招 就是石楼人在大的一瞬间 我对着石楼人的魅惑 在起手的一瞬间 你不能等她大出来了 就是她马上要大的一瞬间 大已经放出来再往前冲那一下 你一瞬是可以 但等她已经在大的路上 你就打不断了 因为石楼人在大的风中 是无法被控制的 这样果然是拿了一个莫甘娜 看一下会不会锁 这边炮是直接拿出了自己 非常善用的鬼术妖机 而反观这个M3这边啊 是把最后一手留给了达地去选 对 你觉得达地会拿什么打 现在路路已经没办了 维克多吗 打妖机的话 其实现在场上的英雄 也没有什么态度好打 其实在以前的时候 暴女这个英雄 拿中路去打维克多 也是 这边换了个宠剑 应该是调戏一下 对我也觉得就跟上一场一样 就跟上一场一样 然后等到最后一秒 我再换 我跟你说是这样 就是这看出来 EDG这个辅助的心态 非常的好 对 就她是觉得可能第一场 上一把对他们心态会有 但是感觉完全没有影响到 是的 而且应该第一场打的这个场面啊 各位观众跟我们看的 稍微有一些成本 所以说她也是换个技能 泽拉斯 开个玩笑 跟她 泽拉斯也可以 也挺好打 因为线上 就前击会被小压一下 然后等到等级起来 有了装备之后 就清线能力会比 妖机强很多 而且不太害怕妖机的强杀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双方的阵容确定完毕 那是一个纳尔打大树 然后芒僧队上 场场非常善用的 德马西亚皇子 终端的是 泽拉斯队上 一个鬼术妖姬 Dift以及这个莫甘娜 就金克斯跟莫甘娜在下路 而M3这边的话 是唐辛的卡雷斯塔 以及盖蒂的雷奥娜 两边的话 辅助都是选择带着点燃 莫甘娜在最后一手 是把虚弱皇上点燃 这下应该是不会再出现 换技能的情况 我们认真来看一下 双方的双方性戀 会更改吗 诶 更改了 更改了 诶 怎么这么换了个治疗 换了个治疗 好坏啊 怎么每次都这样 好坏啊 这样 感觉又要被坑了 差点就要被污了一些 还好 还好 不然我又会跟上马一样 我说 好强势 一过去给了他一个点燃 然后打到中间 我才发现 一直在的是治疗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尴尬 好的 那总而言之吧 咱们的比赛继续正常进行了 我觉得这对于选手观众 以及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好消息 那具体第一场比赛的结果 会如何判定 咱们还是耐心等待一下 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场吧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现在是德马西亚杯 八进四的比赛 蓝色方是EDG 红色方是M3 双方在经历了第一场比赛 将近两个小时的暂停 以及网络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场 之前的一些情况 会不会对选手造成影响 其实这也就是考验选手 是否真的能够被 称得上职业选手的 职业素质的 职业心态的一种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双方的阵容 其实EDG这边阵容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一点 因为EDG是他们这边 有一个稳定的爆发 而且有一个控制 而且他们的ADC DEF的这个英雄 哎这边是一一波 但看到了 哎看到了 说前面一点 金克斯这个英雄 他在中期后期打团队的时候 他比较吃 有没有助攻 能够触发他的被动 像他们现在这个阵容 就是很明显的能够配合起 能够秒杀一个 然后让他触发被动 就是飞起来 这样的话 他在团队中的伤害 就会比较爆炸 而且找位置会更容易反观 M3这边的阵容来说 就是比较一个偏稳发育的阵容 如果说他们在前期 能够稳得住的话 能够在20分钟左右 把关键性的装备都做出来 跟对面打正面团的话 也不会太虚太多 而且铝坦这个英雄 打线上的话 应该会比较吃力 看一下这边M3是选择主动换线 对 EDG这边是一个针对换线 因为他刚才第一波 配合鬼术妖姬过去 想要遵守一下 发现对面上来的是一个卡雷斯塔 那也就知道你是一个换线 所以说 我就把自己的刷路也换上去 而且刚才柚子也提到一点 就是金克斯这个英雄 Dift也是一个非常善用金克斯的选手 对 其实就是上一场比赛 在这个比赛开始 小兵开始推的时候 最后一个looper是传送到了那个小兵上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looper这名选手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职业素养的选手 就是不希望小兵 但是其实那个举动也没什么大的意义 对 他是因为TP过去为了阻止那个小兵 多A几下那个基地 对 其实他也觉得 怎么说呢 比较有点愧疚吧 可能 就我是觉得他也不希望比赛 通过这种方式去结束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能够在赛场上 真刀真枪的打败对手 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 EDG这边是观察到对面上路换线 然后他们正在往上路赶的时候 看到对面换线之后 他们直接选择回城 然后传送 然后两个人一起到了下路 莫格纳在回城之后 是买了一个小眼 然后放到了对面的拐角草丛 哇 这样 选择 那其实这样对于这个EDG来说 他们的下路组合也还好 因为对面的下路是跟打野一块吃野怪去了 没有人去推下路这个线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EDG这边 他们下路的双线组合在线上 是能够打得够对面的铝坦 加上 那个 滑板鞋的 对 那他为什么要换线呢 柚子你觉得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更想的是 觉得他们现在 觉得换线更容易赢一点 就像以前 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很喜欢换线一样 就是比谁在换线 对面的情况下 学着辅助和打野的配合更好 辅野双游的游走做的更好一些 但其实 我们知道在这个阵容上来讲 鱼坦以及 芒僧的配合在前期的爆发是很高很高的 尤其两个人又带伤害又带扣 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 EDG这边的阵容 他们重度是一个妖姬 妖姬其实 并不怕 并不怕抓 而且莫根纳配合 他们的打野皇子 其实也不太害怕碰到对面 是的果然这边的话是莫根纳选择回城 那在回城之前看一下有没有吃到二级的经验 这个位置Q到了帕尔 但是帕尔还是交了自己的W 现在卡丽斯达已经在推塔了 看一下女坦这边是放了一个眼 看到了对面大叔往上揉 看一下他们三个人已经击后往上揉 莫根纳在后面应该来不及 但是兵线还没有到塔下 感觉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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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应该是Koro的经验 差了一个丢了一个儿子 对 Koro的经验 但是这一波的话对面 三个人在塔下M3并不能打 这一波如果打的话肯定会爆炸 在塔下稳定吃了一波经验 过来看一眼能打断吗 哎呀差一点点 我感觉刚才场掌是愣了一下 对对对 因为场掌应该是切过来就没看这边 他想过去换一个眼 对对对 然后没有发现他旁边有一个人在回神 其实刚才在打断他回神的时候 是有机会能够逼出他的闪现 起码逼一个闪现 因为他只要打断 接下来莫根纳跟上一个Q 场掌交一Q 只能把娜尔留在那打一段时间 可能大叔他闪现过来一个W 能够拿掉一些 没关系 这个位置应该是场掌刚才去放眼 然后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那现在是放迪特在下路 单人发育去对阵一个looper 纳尔这个英雄在换线的时候 其实他在前进卡他能力还是不错的 对因为他是一个远程 而且有一个Q能够捕鱼下刀 是的 看到现在中路是 胖已经压了对面 莫根纳绕过来了 20个刀 黄子也绕过来了 看一下有机会吗 想过去放眼的话 就可能面临被挑起来的风险 还是选择了稳一下 在草丛里面 混一下经验吧 哥们混一下经验 不要出去了 这个位置黄子跟莫根纳还在蹲 应该是等到下一波兵线过去 过来 好这样的话应该是 一Q被一躲 哎呦 这两个技能空掉了 没机会 因为纳尔他有一个位移技能 还有一个显现 是的 故技重施吗 其实可以选择一下 就你的意思是回去再来一波 但纳尔这边肯定是 要跑到上面做一个眼了 刚才在这个地方 被对面阴了一下 纳尔是跑到上面 把这个眼插下来 也不错 那现在对于露佩尔来说 其实他现在下落还算比较安全 现在EDG这边是选择自己主动换线 但是在前期的节奏上 并不是特别的好 中路的胖 是依靠 这个英雄在前期的强大的压制能力 是压制到了 对面的一些补刀 是的 我来看一下 Corel这边并没有放眼 虾子依旧在中路蹲 应该是 看一下会W过去吗 17 还是选择稳一下 这个草里三个人 其实胖现在W过去就黑了 这波着急了 这个位置着急了 对 等他看他交不交W的 对 我觉得胖他真的打得好稳 其实刚刚那种情况 换成路人的话 早就W上去了 对刚才那种情况 泽拉斯基1是梅兰 然后2是那个血量 被加上Q的印记 一旦用这个W过去 把Q印记打爆掉 我们看一下现在 很诱惑 对面的草丛妖姬和蝦子 配偶皇子直接拿掉了蝦子的一血 然后B 大树这边闪现跟过去捆住了 莫根兰一个闪现 接一个Q这样的话是牛到了 走了 究竟死人飞弹带走他了 在纳尔这边撑杆跳 踩了一下莫根兰跳过去了 还好 纳尔这边没死 而且闪现也是保留到 刚刚是直接被Death的 远程一个大招 收掉了人头 对刚才在野区那一波打起来 应该是芒松在这个地方 没事也过来 被皇子加这个莫根兰 皇子应该是一个EQ调剂 配合然后 配合妖姬的一套 妖姬 然后这个大树还传过来 但这波还可以继续拿龙 很不错 这波是直接拿掉了两个人头 这样的话其实 大树他现在就可以回家 然后往上路抬 但他全都帮着扛一下 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场比赛 打到现在两边队员 没有因为第一场 心态有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 妖姬现在在线上已经 压制能力很强 而且他装备应该是 比对面领先的还是 看一下这波回家鬼叔 能不能拿出来 我觉得8分钟 对 我刚才刚才说 就是我觉得8分钟出鬼叔 太快了 这个时间 真的太快了 这个真的太快了 下路把塔给推掉 这样的话 现在 EDD他们下路的双人主 就可以选择去带动一下节奏 或者选择去推上上路 推冲塔 上路都可以 你看现在这个 则拉斯的装备 跟妖姬的装备 当然则拉斯没回家 则拉斯里面一本小书 然后人家妖姬已经是百科全书了 则拉斯里面是儿童看 儿童看舞 那个画报 身上现在1500 则拉斯回家的话 这边鬼叔是拿不出来的 对 看一下 则拉斯他身上装备 选择出一个鞋子 加上一个 鬼叔的小剑 这边 他刚刚因为拿了两个助攻 助攻也挺有钱 对 而且刚才他在 林回家之前的那段时间 补刀是压制了则拉斯一些的 包括现在回到现场 依然压了将近15个刀 第一次回城 这边deft 是回家出了一个 攻速鞋 加上一把大剑 这样其实现在对于EDG来说 他们的 战术选择就更加全面一些 因为现在你下路 已经不用再顾忌了 第一是下打推掉 第二是已经没有小龙了 所以说他们的双二路 会更加的灵活一些 感觉胖今天的状态 也蛮不错的呀 从上一局的中单Eazer 到这一局的鬼叔妖姬 胖在保持了自己一贯 对英雄的深度理解 和中路的输出之外 还保持着非常不错的 这个稳定性 他刚才那几波 在面对对方瞎子 层出不停的蹲守的时候 没有上头 真的是 太稳了 我只能说 好 保一下自己的真眼 他用的这个皮肤 那个 揪出来的夹子很猛 龙头 三个龙头 还有一个这样的眼的皮肤 但是我们国父好像没有 有有有有有 我我前段时间就来用那个眼 那个好像是上一次抽奖的时候 就是你买那个眼的皮肤 下路现在随着总级的读生 莫甘纳这边是5级 鱼坦也是刚刚到了5级 黄指是过来三家草蹲一下 瞎子也是过来 还看一下能踢到吗 没有踢到 刚踢到的话 他们打起来我觉得应该 瞎子会被顺秒 是的 毕竟有一个输出很高的金克斯达 再加上黄指可以控他 这个位置现在其实对于M3来说 他们的下路就很难受了 这一局卡里斯达是选择做了一个暴风大剑 那是先做饮血的出法 这样的话就是你在对线上 其实是稍微的有点竞争力 但你在中期的团战输出 是没有出鲁瓦娜巨峰那种卡里斯达高的 对 Coro来到上路 Coro这一局的发育 其实更多的也是为团队做出了牺牲 他在前期更多的是打支援 同时在线上做一个抗压 那过来开大招先笑那一套 回身被Luper追着点 他刚刚那个W关系应该是和他们的 塔野厂长出现了一些沟通的失误 厂长刚刚是正在往上路赶 然后Coro是以为他要上去上 然后厂长回头 结果发现Coro已经上了 然后又转头去 这波忙走过来 现在对于M3来说他们很着急 他们想把这个下塔赶紧推掉 因为现在上塔掉了以后 这个大树可以把线控在自己方半场里面牢牢的发育 但是我们看到一击这边下路的组合 他在推线能力上也是 非常的不错 对 金克斯的这个Q技能切换到鱼骨头的炮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AOE的 而且是100%上 暴击以后是100% 他如果不暴击的话 那建设没有100% 那现在的话没有暴击方 看下Q是出到了 应该会就个夹子吗 直接闪现了 但大招也是轰到了对面的身上 这一波又是把别人打回家 其实他刚刚在瞬间丢掉 假如是能够先把别人给夹到的 就是他先交了一个W技能 所以说给对面一个反应的时间 就是柚子的意思是 如果他正在被莫刚纳禁锢 然后再给个夹子 他是没有机会闪现 就像女警一样 莫刚纳的Q到别人 女警瞬间给别人一个夹子 别人是能够直接被晕到的 中路这边打出了对面的治疗 双召喚吸气人都被打出来了 闪现回身闪到对秒 这边杀掉了应该是 哇这一套操作是 行约流水啊 完全没摆过来 对面的大帝 他想是用一个大招去消耗一下 结果妖极一个闪现 打出一个点燃 加上一个平面 直接带走 好这边的话是 知道妖极要赶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 盲松这边还比较稳 把大树直接踢开了 嗯 现在我们看一下 M3这边 大帝他是没有双招的 而且 王子正在他中路附近做事 这样的话 我觉得王子在下一步 最好的选择就是 强杀中路 因为邀请现在也没技能了 超高爆发 就很容易就杀神 就算 哦这样不给你机会了 不给你发育的机会了 这个时候是 Deep的直接选择 跟莫格纳过来 把对面的中路一塔推掉 这样把泽拉斯的发育 幅间进一步的压缩 很难啊 现在泽拉斯出到一个鬼叔 但对面的鬼叔妖姬 已经马上把深渊法杖做出来了 而且我们看到Deep 他在第一次回程之后 是做了一个黄叉 黄叉 对 他是攻速斜加黄叉 这样是一个攻速 非常快的打法 这个位置 看一下 埋伏吗 诶一直知道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传送了 大招法图空了 这个位置 传送过来 有机会吗 空了一下能量 在这边这场上 莫格纳是杀掉了 随时配合队友 杀掉了瞎子 对但这边的话 卡丽斯塔刚才 亦没有意思 莫格纳 所以说自己 四列技能进入CD之后 一旦这个技能进入CD 就不太好 在前线打四处了 对而且刚刚路火 传送下来是逼到了 Deep的走位 把他逼得往上走 然后配合赶过来的 泽拉斯是顺利的 收到了人头 是的 这一波的话 如果尝尝回家 看一下这条龙 这条龙 我觉得M3也不是很敢开 不太敢 因为腰机的状态 太好了 而且自己这边 没打野现在 看到了对面的真眼 还是要选择开龙吗 自信了 大厨这边和他 好 先把核道去捏血 给你杀掉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 长期的视野在了 不敢打了 不敢打了 这波还是比较伤的 他们如果去线上发育一下 还好一点 因为知道对面 有好几个人在这边 还要敢开小龙 诶 这样是一个远程的Q Q到了对面的妖姬 莫格纳一个 一个W配合妖姬的 说出来 配合妖姬的一个W 消耗了一下 这样是把对面的血量 打掉了一切 然后直接选择开小龙 大叔现在的血量 反而是非常残的 诶 这边龙是没有抢到 反而是自己 对 被黄子猜死了 一个减速是减速到了对面的 Candy 看一下 现在妖姬双重 打住一个Q 直接收到了人头 哇 大叔这边又是跟女坦过去 回身闪现 躲开则拉斯的异技能 这个位置盖地的血量很低 直接被狄姬收到狄姬出发 最后快感往前追 鱼骨头不停的呼 闪现再一炮 收掉对面的娜尔 走位 走位 但是现在已经掉了 最后一下没出来 还好防御塔最后一下没出来 不然Dift刚才 要被防御塔打死了 现在15分钟 经济已经领先了 将近6000块 是的 而且两条龙 哦 这边到底还是死了 应该是被默根纳一个Q给Q到了 妖姬一套带着 这样的话 16分钟啊 经济领先到7000块了将近 6000多块 6500块 哎呀 可怕的数学问题 可怕 真的是可怕的数学问题 打到现在 现在EDG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是的 我真的觉得 就是作为在场上打比赛的队员来说啊 真的是好样的 就是我们看不出来之前那一场对他们造成丝毫的影响 尤其是EDG 就是如果从刚才的这个第一场来看 EDG本身是守卧巨大优势的 然后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本身心中是挺难过的 尤其刚才有一个细节 可能大家没发现 就是在最后阶段Coro把装备卖了已经 然后换成了 换了无尽跟暴风大剑什么的 对 其实当时心里 因为大家应该能想到 就是当你看到那个小兵在推你基地 然后你没办法出去的时候 这种心里是很难过的 可是这一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反而是继续将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时作为职业选手 刚才我也提到职业素养 就我对这个词理解非常深 说到职业素养我就想到什么 永不放弃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口号 跟你们说永不放弃 没有给你 你知道你说永不放弃 我只想到什么 就是你可以比我强 但你永远不会比我更努力 我跟日本剧最爱的你这么黑 不 因为当时那个整个 你们宣传片里 我就对这一句印象最深 然后当时你那个手是 你可以比我强 但你不会比我更努力 不对那会你就会晕倒 这样的话就跟他们过来调剃一下 但他有第二段的这个梦里 而且当时你的普通话没这么标准 我现在也不标准 你现在标准了很多了已经 来看是中度来推 但是这个位置会被对面包夹 ADC的金额式位置是比较远 莫干达这边武素杰在超 但是来了一坨小兵 你Q到炮车 好准啊 六个小兵当中把炮车给Q到 你应该说是炮车挺身 为剩下六个弱势小兵 昂首挡不住这把Q 说真的刚才那场比赛 也让大家再次见到了 赵人家武东真正的主宰 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死 小兵 无数次的小兵啊 那提到这就要说到冰线 说实话冰线在整个游戏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个人上来 四个人来到了上路 瞎子和女坦这边在游走 但妖姬是看到了 一个粘刀双重 配合一个W 直接秒掉 吃了个E 女坦给拿着 妖姬要死 直接拿着闪现 回身第二段 身上有一个点燃 应该是被女坦收掉了 对 但女坦这个位置怎么办 现在有红BUFF的金克斯 配合上皇子先收女坦 侧面杂斯被逼出一个闪现 像这波打下来是完成了一波 一换二 但是我们看到 刚刚应该是Luper在上路被抓了 还是死了 这边一换三 这是一换三 对 现在的话是M3这边 因为无奈啊 只能选择让Candy在下路再发育一波 因为现在Candy的装备 实在是有点差 他必须要等到自己的银血 加上罗安娜巨峰都成型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如果你线上先出银血 你的对线竞争力会比较高 但团战会伤害有点欠佳 所以说 我看到Candy这边 因为现在给自己发育空间太少 他选择是暴风大剑 直接要转罗安娜巨峰了 对 就赶紧把自己在团战中 能够打出来的输出打到最高 对 因为他已经发现了 现在对面的ED这边 已经开始集合暴团 大处一个 加援守卫传送过来W到 就因此人们在横空划过 但是并不能阻止炮 而且刚刚有一个很搞笑的画面 就是金克斯的大招 从他的身边直接划过去了 对 我说了 又想混人头 19分钟 金克斯已经无尽加上红叉了 这个装备太可怕了 我感觉 然后下一件赢血之后 就变成了暴躁 这两局其实炮跟Dift的装备 起的都很快 上一局是因为我们 太过于关注炮的中单Eazer 但是我们应该 1CG的在20分钟走入上一局的 这个Dift的装备 已经是暴风大剑 三下架法穿鞋了 当时非常的可怕 看下现在 Dift在下路推陷 然后三个人打野 加上中单 加上服务 在对面的蓝暴服处 疯狂的不屑 主要是要往下路赶吗 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面临着被打下墙伤 还是选择撤退 预感到对面要过来 是的 这边鬼叔要记 现在已经 鬼叔加深渊在手 同时在拿一个 无庸大棒在身上 小龙还有20对秒刷新 自了这个螃蟹之后 下条小龙应该胜券在握 这样的话 EDG应该会稳定 先过去 先要秒盖地 盖地这边应该是没机会的 人头直接被Dift收掉 Dift出发最后快感 还在往前追 轰了两下 在那儿很痛 现在大树这边是因为没踢 所以说直接选择回家 反正配合加渊 跑回来很快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推中路塔了 然后应该会跑 跑退后之后选择小龙 这个位置 仅凭两个小兵啊 但是金克斯这边输出太高了 藏一下 是的 金克斯这边的攻速太快了 小米枪这攻速太快了 对 他那个可以叠三层砰砰的Buff 感觉他现在已经不是小米枪了 他现在是什么 加特林机关枪是吧 里面大树也是砰砰直接开了 CS里面的B3要 哦哦哦哦哦 就攻速很快 然后伤害也很高 CS里面的B3要是MP5是吧 你不要问我这个 我只知道是B3要 我记得是MP5 你看啥 哎 上后这边打起来了 中间 卡丽丝拉抓回去盖地闪现 但盖地把自己丢出去 丢到对方人群中回身一看 你竟然跑了 淘气啊这个位置 其实他刚刚不应该把他丢走 应该直接把他丢回去 然后两个人一起走 那个丢是盖地自己控制的 结果盖地刚才本来是 刊地把他抓 啊投了投了投了 22分钟 EDG拿到了 第一次第二次 这应该是 至少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从本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EDG丝毫没有受到第一局 无论是这个掉线 还是说网络问题的这个影响 对 真的是打得 对